G7会议即将召开,美国宣布这一决定,注定要成为会议主角。 在G7峰会即将召开之际,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政府不合时宜地公布一道消息,彻底打破盟友之间的祥和景象。 当地时间5月31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向媒体宣布,对欧洲、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钢材和铝分别征收25%和10%的关税。 自此美国的钢铝关税加征问题尘埃落定,一众国家纷纷对美国这一行为表达强烈的谴责。 2017年G7峰会 德国媒体报道,欧洲国家非常愤怒,纷纷表示不能接受特朗普政府的这一决定,欧洲也不会坐以待毙,而是会采取积极应对的措施。 下一步将针对包括农产品、服装、化妆品、烟酒、船只、摩托车等总值64亿欧元的美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。 欧盟主席荣克表示对于世界贸易来说这是糟糕的一天,将会向世界贸易组织寻求解决争端的办法。 特朗普注定要成为此次会议的焦点。 英国政府发言人表示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,对于这一结果非常失望,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连发五条微博,表示对此结果不能接受,将采取报复性措施以作为对美国这一行为的回应。 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表示美国的这一行为是单边和非法的,将会导致报复升级,最后各方都难以获取利益。 另外法国、日本和墨西哥也都表达同样的想法,看来一场贸易大战即将来临。 在G7峰会即将召开的时候,特朗普公布这一消息,显然不是明智的。